来关注新冠疫情数据 卫生部通报 我国昨天有47名患者病逝 让累计死亡病例达到30,110宗 当中10宗是宋院前死亡病例 根据卫生部COVID-NOW数据显示 吉安丹通报8宗死亡病例高居榜首 其次是沙巴、7宗、马六甲和雪兰儿 则各有5宗排在第三 森美兰、玻璃市、纳敏以及布城 则没有新增死亡案例 截至昨天 国内的活跃病例达68,625宗 相较前一个星期 活跃病例上升了5.1% 不过目前是东南亚国家中 新冠死亡病例最高的国家 每100万人口有913宗死亡案例 在亚洲区域方面 是继伊朗、黎巴嫩和约旦之后 排在第四的高死亡病例国家